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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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閃亮會各位做介紹的呢 就是今天拿到的 MG版本德天使的外盒開箱 那現在各位看到這個呢 就是它外盒的盒繪 我們可以看到說它的盒繪呢 其實是比較偏長型的 那整個盒子也是相當的大 那一樣呢 從盒繪上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呢 有帥氣的德天使 還有呢隱藏在德天使裡面的中性鋼彈 那這個呢 就在外盒的盒繪 它的盒繪呢 其實蠻大的 就是它賴桑的桌子呢 的寬度呢 的長度呢 幾乎呢 都跟這個鋼彈的盒子呢 是一樣大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呢 整個外盒的盒繪呢 就像這樣子 這裡呢 它一開始呢 就是旁邊的盒繪呢 它有先介紹中性鋼彈 好 然後這邊呢 就介紹德天使 好 這就是它的一些細節的介紹 那再來這邊呢 就是它的短邊的盒繪 短邊的盒繪呢 就是以德天使為主 好 然後再來另一個長邊的盒繪呢 就有介紹中性鋼彈的樣子 然後呢 鐵利亞的兩種型態 還有呢 坐在駕駛艙的樣子 那再來這裡呢 就有中性鋼彈呢 可以使用的武裝 像是這兩艇 好 然後還有呢 這個呢就是德天使 那再來呢 它這裡呢 稍微介紹了一下 就是中性鋼彈 那中性鋼彈呢 它主要的武裝呢 是由審判女神呢 所延伸過來的 所以像是盾牌啊 跟它的步槍啊 都是一樣 那它的步槍呢 可以呢 就是把鋼彈的光束呢 凝結成像 呃 光束軍刀一樣 像這樣子 那再來這個呢 就是德天使的樣子 德天使的武裝 好 這個呢 就是 另一個長邊的盒繪 那再來這個呢 就是另一個短邊的盒繪 它短邊的盒繪呢 全部呢都是以德天使為主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盒子打開來 看一下裡面的零件有哪些 那賴賞這一次呢 因為呢 就是急著呢 想要呢 趕快開箱給各位看 所以呢 賴賞的袋子呢 裡面的袋子呢 都還沒有拆 好 那首先呢 先跟各位來介紹一下 這一次的說明書 好 這一次的說明書一樣呢 這邊呢 會有 德天使的樣子 好 德天使的樣子 那再來呢 後面呢 這裡呢 就有德天使跟中性鋼彈 那裡面呢 就是它的一些武裝 好 那這一次其實呢 它的板件呢 零件 板件呢 其實不算多 但是呢 都非常的大 因為畢竟呢 要有德天使的一些 厚重的裝甲 那裡面呢 當然就教各位呢 怎麼樣來進行製作啊 等等的 那一開始這邊呢 也會有一些 機體的板件的介紹 好 然後這裡呢 也有一些機體的介紹 好 像這樣子 好 那 過程呢 整個說明書的中間呢 當然會教各位怎麼進行製作 那中間的時候呢 一樣會有一個 像這樣子 彩頁的介紹 那就是主要呢 就是介紹德天使 跟中性鋼彈的一些 記憶體的資料 好 那再來呢 就是呢 教各位呢 怎麼進行組裝 德天使的裝甲 就是德天使的外層的裝甲 好 那最後這邊呢 就是教各位呢 我們再進行 貼紙的貼吧 就是像這樣子 好 那整個說明書的順序呢 是先製作中性鋼彈 好 像這邊 這邊就可以看到說呢 它是先製作中性鋼彈 好 製作完中性鋼彈之後呢 才會呢 向外呢 來製作它的裝甲 就是變成德天使的樣子 好 這就是它的主要說明書的內容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就不按順序了 就是呢 直接呢 跟各位介紹一下它的板件 那再來呢 先帶給各位看到 這一個呢 就是框架M1 框架M1 各位可以看到說 光是M1的這個板架 裡面的零件呢 就相當大 那這個呢 就是德天使的零件 好 那再來這一個呢 框架P呢 就是武裝 像是盾牌啊 光速步槍啊 的零件 武裝的零件等等 在這邊 好 然後呢 這一個呢 是框架D 框架D呢 有兩片 那看得出來呢 就是中性鋼彈的零件 像是大腿啊 小腿啊 的一些白色零件 在框架D 因為它 組裝的順序呢 是先從中性鋼彈開始的 所以呢 框架的編號 比較前面的呢 都是呢 中性鋼彈 那除了這個I1之外 因為這個I1呢 是它的 GN的電纜 中性鋼彈的GN電纜呢 是裸露在外的 但是呢 就是透過德天使的裝甲包覆起來之後呢 它會是 就是將GN粒子傳送到GN的電纜 那只是呢 變成中性鋼彈之後呢 電纜會外露 所以就看起來呢 就會像紅色的頭髮一樣 好 這個呢 就是框架I1 那這裡呢 還有一個框架F2 這個框架F2呢 就是透明的零件 那再來呢 就是框架C 框架C呢 也是有兩個 就是腿部啊 等等的一些內構的零件 好 那這一次呢 它主要的 骨架 內構的零件呢 其實呢 都是在於 先製作中性鋼彈 好 這個呢 就是框架C 好 再來這個呢 就是框架A 白色的是框架A 好 就是一些白色的零件 那再來這裡呢 綠色這個呢 就是框架F1 透明綠的零件 框架F1 還有呢 就是光束軍刀的效果套件 好 再來呢 這個呢 灰色的呢 就是框架O1 框架O1呢 就是灰色零件 好 那再來這個呢 框架E2 就是白色零件 那這個效果套件呢 就是裝在 中性鋼彈的光束腹槍上面 那它呢 就是能夠將軍光束呢 就是像這樣子 有點像軍刀的樣子 好 這個呢 就是它的零件 有三片 那接下來呢 來看一下這個 這裡呢 就是框架B 框架B呢 這一面是框架B 好 一樣呢 是一些內構的零件啊 等等的 那在這一邊呢 這一個呢 就是框架H2 好 框架H2 那這裡呢 有它的這個膠貼在這邊 好那如果呢 想要一開始呢 就趕快火速呢 把中性鋼彈呢 跟得貼紙製作起來的朋友們呢 可以呢 直接呢 使用這個膠貼 又或者是呢 之後呢 可以等水貼呢 再來製作呢 把這些貼紙呢 用水貼的方式呢 貼上去也是可以 但是呢 就必須要等就是 由廠商呢 生產出來 或者是呢 要等 萬代呢 會不會生產出來 好 好 再來這一包呢 這一包是框架O2 灰色的零件 框架O2 那這裡呢 一樣呢 有它的貼紙 像是眼睛啊 等等的貼紙 在這邊 那這個呢 就是框架E1 就是白色的零件 在這邊 框架E1 再來這個呢 零件呢 框架呢 雖然 比較小 但是零件都是非常大的 是武裝的零件 像這一面呢 是框架L1 好 這一面是框架L1 那這一面呢 就是框架L2 它的分色呢 就是比較偏向深藍色的零件 接下來呢 這個呢 黑色的呢 就是框架M2 一樣呢 是武裝的零件 還有呢 這一面 這一面呢 就是框架Q 主要呢 就是德天使的外裝甲的零件 框架Q 接下來呢 這幾個框架呢 的零件都非常大 那比較大呢 就是因為它是德天使的外裝甲 所以呢 它的零件呢 就會比較大 但是呢 板件呢 其實呢 不算多 像這個橘色呢 就是G1 像是天線阿 等等 武裝阿 等等 火箭炮阿等等的 黃色零件呢 就在這邊 框架G1 它呢 就是頭部阿 跟盾牌阿 分色紅色零件呢 就在框架J1 再來就是這一包 這一包 框架N呢 就看得出來呢 就是呢 灰色的零件阿 裝甲的內構阿 那一層等等的零件呢 在框架N 那在這個呢 就是 GN粒子輸送袋 在這邊 好 這一個紫色的包裝裡面 那在這一邊呢 就是框架G2呢 一樣呢 就是黃色的分色零件 在這邊 好 那最後這一包呢 就是框架K 框架K呢 它就有用不同的分色呢 在這個框架 像是白色紅色跟黑色等等 在框架K 好 那再來呢 框架H1呢 這一面的框架H1呢 就是裡面的一些灰色零件 好 那這邊呢 要給各位看了一下 就是它裡面的零件呢 其實呢 分的非常的多 所以呢 它有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把零件呢 區隔開來 那剛剛呢 介紹比較多的板件的零件呢 比較大的呢 它就會翻在這一區 好 那板件比較小的 像是比較多呢 是屬於中性鋼彈的零件呢 它就會翻在這一區 好 所以呢 它裡面的零件呢 是有用稍微用這樣子的隔板做一個區分的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呢 德天使的 MG版本德天使的 外盒開箱 那德天使呢 它雖然說呢 它這一次呢 外盒的這個編號呢 只有這個 就是 GN005的編號 但其實它裡面呢 是有中性鋼彈的 中性鋼彈呢 就是GN004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呢 MG版本德天使的外盒開箱 那接下來 就來開始進行製作 那我們呢 這一次呢 一樣呢 會依序呢 分成幾個呢 不同的步驟 第一個呢 就是按照說明書的步驟呢 我們先把中性鋼彈呢 製作起來 那製作起來之後呢 會以中性鋼彈呢 唯一一個版本呢 作為開箱影片給各位看 那再來呢 中性鋼彈介紹完之後呢 麥長也就會開始進行 就是 變成 德天使鋼彈外面的裝甲啊 等等的呢 完成德天使之後呢 會再來跟各位呢 來做介紹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呢 我們MG版本德天使的外盒開箱 那喜歡我們LGQ的朋友們呢 別忘了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的訂閱 並且呢 打開小鈴鐺 那想到第一手 得大片訊息的朋友們呢 可以到我們麥長 Gamehouse的Facebook粉絲團的按讚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開箱呢 今天上次就告一個段落啦 各位LGQ的朋友們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BYE